各位观众 大家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讲次题目是 从佛教位移中得禅的自在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禅 一般来讲对于禅的定义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定 那什么是定呢 就是我们的心能够止于一静 第二种定义是思维观 就是观的意思 第三个是静律 静呢就是止 也就是我们的心呢 战战几几 也就是当我们的巴士 一点波浪都不起的时候 像海平面一样 像镜子一样 这是静 那律呢也是观 就是当海平面很静止的时候 我们观的时候就可以这样 历历明明 这就是关于禅的定义 那什么是佛教的这个威仪呢 一般来讲提到佛教的威仪 指的就是行住坐我 那对于行的定义呢 一般来讲就是行如风啊 行如风 这是狭义的定义 但是广义的定义 我们可以讲说 我们的身口意怎样 在造作的时候 也是一种行 所以要像微风一样 讲话呢不要让人家受不了 不要这个太狠毒啊 行如风 那个风要像微风 不要像暴风 或者是龙卷风啊 那这个身体在造作的时候 也不要让别人起烦恼 那异业更是 不要起一些不好的 这个念头 就是行 那住呢 住就是住立的意思 要立如松啊 但是你会发现说 一般我们在把它做广义的解释 常常呢我去搭 这个大众交通工具 比方说捷运的时候 这个在入口处 就会有人这个票没有准备好 所以就整个挡在这个入口处 后面的人都没有办法进去 其实这也是一种仗道啊 那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上 你没有注意的时候 你不小心产生这个仗道的行为 那么反应在这个修行上 你一样会去变成一个 障碍别人成就的因缘 所以这一点就是心念上要小心一点 这是这个住 那住呢 住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坐禅 那其实行住坐卧都是禅 我们常常这样说 但是其实我们最常听到的还是坐禅 所以这个智者大师他也讲 他在这个坐禅法药里面有提到说 行住坐卧都可以修止观 但是呢出击之人 你说一开始呢 你还是必须要透过坐 坐中坐禅 来得到这个静的利益 那得到这个静的利益之后呢 才可以怎样 你在这个利源对静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个在坐中得到的这个法义去应对 不然我们一辈子你的八式种子里面 怎样你这辈子没有种这个静 静的种子的时候 你在面对很多境界的时候 你那个献起来的相应的心索 还是什么 很烦躁的 很粗糙的心索 而不是怎样 可以稍微冷静的去面对境界 所以还是要从坐禅中去这样去这个应对 那你来讲说我们要如何从这个行住坐卧去获得禅的这个自在呢 你说行住坐卧是身体啊 那禅的自在是心理 我们的身体如何去影响心理呢 有的像这个心理大学 哈佛大学 一个心理系的教授 他的这个在TED里面的演讲 是全世界顶业率第二高 他里面就是在研究说你的知识 决定你是谁啊 这个教授非常有意思 他在哈佛大学教的这个课程 类似通试课程 所以是各个科系的学生都可以来修 他就发现说像MBA的学生 一坐下来 一定是坐在整个大讲堂的正中央 然后一个人占两个位置 身体知识极度扩展 那代表怎样 这个人非常的有自信 他是在研究人的这个身体知识 可是他的课程呢 就是你要在课堂上面有这个发问 发表 这个平常分数占的比例非常高 那他在期末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女学生 他几乎平常这个都不讲话 非常安静 他觉得不行 就下课时间把他找过来说 你在课堂上如果再不发问 然后再不发表意见的话 你这学期就要被当了 就是这个女学生 哈佛大学学生 支支吾吾的讲的已经快要哭了 她说老师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资格当哈佛大学的学生 这个老师他叫Cody 他非常讶异 因为他当初也是这样 他当初要到哈佛大学任教的时候 也是觉得 我够资格吗 我可以吗 这样 结果他的这个老师鼓励他说 你去 你去 你就假装你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你在这边已经教很假装 所以他就跟那个学生讲说 你明天上台发表 就假装你是全哈佛大学最优秀的学生 结果隔天这女学生就听了这个老师的话 先心理建设 巴士自我暗示 隔天就上台发表 结果全场这个哈佛大学学生都很讶异 说这个学生以前是我们同学吗 怎么从来没有看过他 所以人是可以怎样 透过内心的暗示 他另外一个实验就是怎样 透过身体的研究 他一样找哈佛大学学生 一个是对照组 一个是实验组 对照组呢 这个在面试 在面试之前 他们面试都会摄影 那么在面试之前呢 就请他摆这个很闭锁的动作 然后很自闭的动作 这样五分钟 然后再去参加面试 整个面试的过程都是录影 那这个实验组呢 他要摆出非常有自信 非常relax 非常自在的动作 一样五分钟 做这个事做五分钟之后去 这个接受面试 两组呢同时摄影 摄影完之后呢 把这些学生的这个录影的内容 寄给这个公司的人事部门 说如果是这些学生 来面试的话 你们呢会采用哪些人呢 就很惊讶的是 所有的这个大公司人事部门 他们要录取的都是这个实验组 就是他们在面试之前 先五分钟的时间让自己 比方说手插腰啊 或者是这个放很放轻松的动作 伸展的动作这样子 这些学生要用这些人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相对的这样 有自信 相对的比较稳定 这样 那这个动作 其实在这个实验组跟对照组 学生进来之前 两边的学生是这样 一样优秀的 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经过这五分钟身体姿势改变之后 却产生了这个人事部门这样子的 分别的差别 所以我们的姿势 可以影响我们的这个自信心 一样 我们的行住坐卧 一样怎样 可以得到这个禅的自在 我们的心的自在 透过身体的自示 那一般来讲说 我们讲行如风啊 坐如钟 立如什么 立如松 然后呢卧如宫 但是我们一般呢 一般的人是怎样 行如钟啊 没有站直 反而是怎样 像钟一样驼背 那坐呢 坐如风 坐不住 因为心不稳定 那卧如松啊 躺下去就直直了 这样 这是一个这个 开玩笑的话 不过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 从日常生活当中呢 注意这个细节的话 也可以从身体的姿势 去获得禅的什么 稳定 然后从这个心的稳定 获得什么 心的自在 这是一个过程 那当然你说 心的安定 跟这个身体姿势 有什么关系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那心的这个安不安定呢 跟我们人快不快乐呢 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比方说在这个 2010年科学杂志里面就有研究 你的心越飘移不定的人 越不快乐 那这一篇的科学杂志 是这个科学领域 最top的一个期刊 他进来去研究 人的心安不安定 跟人快不快乐的关系 他发现 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 人的心怎样 如果你的心 常常飘移不定的话 相对的比较不快乐 那他也发现说 我们的人常常怎样 活在过去 活在未来 人常常会强迫性的 自己去反处 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去担忧 还没有 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一辈子 你回收起来看 几乎都没有一刻是活在当下 你不是在懊恼过去 就是在烦恼未来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这样子怎么可能 活得快乐自在呢 所以你看连这个 哈佛商业评论他也提到 一样他也是 哈佛商业评论是商学界 最顶级的杂志 他一样也说 也提到 这个研究的结果也提到说 我们人的这个心飘移不定 的话就越不快乐 那另外2009年 一个这个诺贝尔讲的得主 他甚至发现说 我们的心 定或不定会影响 我们的寿命的长短 他发现这个 你的心越稳定的话 就我们佛教来讲 就是说你透过止观 让你自己的心越稳定的话 我们的DNA里面 有一个叫端立的地方 他会越长 也就是说你寿命越长 其实这个在这个智者大师的哥哥身上 就已经发生过 只是当代的科学怎样 在做了这个验证 智者大师的哥哥叫做陈真 他的四十几岁的时候 遇到一个这个先人 叫做张国老 一个老人家走在路上遇到他 这老人家看一看他跟他说 我看你的面相 你应该活不过这个月 这个时候陈真就非常的紧张 还好他想到他有个弟弟 智者大师出家 他赶快去请教这智者大师说怎么办 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寿命只剩下一个月 智者大师就教他纸观 叫他纸观 结果隔了一年之后 他走在路上又遇到张国老 张国老就说 你是不是吃了长生不老的药 你怎么还活到现在呢 他说不是的 是我的弟弟教我纸观 所以透过纸观 以前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他只是一个怎样 一个故事而已 但是现在的科学真的像 有这个数据去证实说 这个纸观可以延长 这个人的寿命 但是其实寿命长短不重要 重要是怎样 你在你活着的时间里面 你要活得怎样快乐 活得自在 对不对 所以禅修啊 纸观禅修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怎样 会让我们的人活得比较快乐 跟正向 这也是另外一个这个 脑神经科学专家 因为是科学家嘛 他喜欢马拉松 但是他的膝盖受伤了 他自己在演讲里面有陈述 那他那个膝盖受伤之后 老医生跟他说 你可能没有办法再跑马拉松了 他就非常的沮丧 但是因为在医院的这个墙壁上 就看到有一个这个瑜伽 的课程的介绍 他就想说 那我去拉拉筋好了 搞不好怎样 就可以好 然后继续跑马拉松 然后他就去上了第一堂课 老师就跟他说 你们练习这个瑜伽 打坐 静坐 你们这个慈悲心会增加 思考会越越正向 然后这时候这个 科学家就在心里喃喃自己说 对啦对啦 我只是来拉筋而已 科学家都会这样说 但是后来经过这个 八个八周 八周的这个练习打坐 他真的发现怎样 自己真的变得不一样 所以他就开始很好奇 因为他是一个脑神经科学家 他就想说 他想要 看看说目前的文献里面 研究这个打坐 静坐 跟我们这个 内心的变化 正向快乐 有没有这样相关的研究 结果他一去Google发现 哇塞 非常多啊 已经非常多的这个 脑神经科学在专注于这一块 的研究 后来呢 他就想说 那我来做一个研究 就是看看这个打坐的人的脑部 跟这个打坐习惯 有什么关系 所以呢 他第一次就找了这个 波士顿地区 有残修经验的人 那时间设定三个月 因为他发现像那个 马戏团练杂耍 那个球 耍那个球 大概要三个月的时间 他这个手部的姿势 在练这个丢球这个姿势 会跟他的这个脑部会连 会连接上 就是说脑部那个手的 那个姿势的那个地方 怎样 会特别发达 所以他时间就设定 三个月 然后找这些 有残修经验的人来 然后时间设定三个月 后来呢 他们来参加这个 这个实验 要签约的 就是你一天至少要 做四十分钟 打坐四十分钟 后来三个月后 他真的发现怎样 哇这些人 这个脑部 杏仁河那个地方 怎样 就是人特别的快乐 跟正向 后来他就把这个 研究成果 刊登在这个杂志上 就受到其他的 科学家的这个质疑 说你这个会不会是 打坐的人 他本身吃素 大脑本身就比较奇怪 那科学家当然就是 如果有人这样子质疑的话 他就必须要重新设定 所以他下 又做了第二次的研究 他找来的 也是波士顿地区的居民 完全没有打坐经验 而且这次时间 是设定在八周 也是这样签约 一天至少要打坐 这个四十分钟 后来他们发现 很神奇 这些人都没有打坐过 但是一天打坐 四十分钟之后 他们那个杏仁河 杏仁河还有那个抗压性 抗压性啊 像这种 这个越敏感的动物 像老鼠啊 或者是小型犬 他们的杏仁河非常发达 很大 会肿大 表示怎样 抗压性很低 随时处在什么 很紧绷 很紧张的这个状态之下 那么发现呢 这些人呢 经过这个 八周的这个打坐 静坐的这个训练之后 发现他们的这个杏仁河 明显的怎样 小很多 也就是说这些人的 抗压性 增强 所以呢 这个坐禅啊 有很不可思议的这个身心都会有很不可思议的互动跟改变 那这个科学家当然他自己亲身经历过 他只是想要找出怎样 实际客观的这个脑科学的数据 那后来他这一篇就这个发表 这次大家就没有意见 因为他找来这些实验的对象是没有残修的经验 所以这个残修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这样 比较快乐 比较正向 那同时呢 抗压性也会比较高 那另外呢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数据 去显示说 一样是这个 这次不是脑神经科学 另外的这个科学的研究 他们一样找的这个病患 他是这个牛皮癬的患者 那牛皮癬的患者呢 我们知道是他要接受这个子光的这个照射 是物理性的治疗 那他把它分成两组 一个是实验组 一个是对照组 实验组呢 就只单单的怎样 接受这个 实验组的接受这个子光的子光线疗法 一样怎样 但是他们还有加静坐 八周 那另外这个对照组就没有 他们就只有 接受单纯的物理性的疗法 结果竟然发现呢 这个实验组呢 有这个物理性的疗法加上静坐 我们说了坐禅啦 竟然怎样 他们这个牛皮癬啊 好的速度是对照组的四倍 快的时间啊 快上四倍啊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光一个坐禅的知识 你觉得他坐在那边好像什么都没有坐 但是却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身上产生这么不可思议的这功效 这都是在科学研究上面已经有发表的这个实验的内容啦 那因为要鼓励大家呢 有机会呢 在行驻上坐卧上面都能够跟禅相应 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这个研究 一样也是这个 找来这个生技科技的 生技公司的员工 这员工公司福利很好啊 就打抗体 这个流感的抗体 那这个因为这个生技公司的老板 他本身这个有跟 有这个禅修 他就跟这个做Davidson他们合作 就发现怎样 一样分成两组 一组 两组都同时打抗体 但是一组怎样 上班之前 有打坐 连续八周 后来发现这个有打坐 的这个这个实验组 他的抗体啊 竟然是什么 竟然是这个没有打坐的什么 这一组的 增加好几倍 抗体同时增加好几倍 所以啊 这个从这么多的这个实验当中呢 我们都发现了这个 禅修 说打坐可以怎样 让我们的身心更放松 更愉快 主要是因为说 我们的心呢 行住坐卧 你靠这个身体的知识怎样 让我们的心稳定 那人家说 你心稳定之后 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呢 因为你的心稳定之后怎样 至少啊 我们的心不会什么 没有时间去造作不好的恶业 那这样子我们的业力呢 就能够自然而然 越来的越清净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这个让身心都可以放松跟清净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常常的透过这个行住坐卧 然后跟产相依 那当人一开始还是要透过这个坐卧 要有一个环境 一个环境 所以有一次呢 我的师父啊 李群法师 他跟一个居士走在路上 那这个居士就非常的好奇 就说 师父 那你们是不是有定期的时间 都有闭关啊 那我师父就跟他说 闭关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 好像关在一个山洞里面 或者关在一个官缝里面 还要贴封条 我说 我现在就在闭关 那个居士吓一大跳啊 师父 怎么可能 他们在对话的时候 是走在大马路上 正在十字路口 要过马路 什么是闭关呢 闭关呢 不是怎样 我刚刚讲的 关在一个山洞里面 或者是 关在一个官房里面 还要贴封条 是怎样 我们的心 或者是 我们的五官 不要跟外在交涉 那样子 其实就是闭关啊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等于是你的行住坐卧 随时都在闭关当中 那当然你一开始 要有这样子的这个绝授 我们讲要有这样子的 feel啊 还是要从这个密集的坐禅 可能一个一年给自己 这个一两次的机会 至少给自己一次的机会 一年52周嘛 抽出一周来 给自己这个一周的52分之一年 52分之一的时间 去体验一下 这个坐禅 给我们的什么 绝授 那你透过这样子的绝授呢 这样子静的功夫的利益呢 你就可以怎样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遇到境界的时候 再把你当初这个坐禅的这个feel 怎样抓回来 就可以怎样 现场应用 所以祖师大德讲的 行住坐卧 都是禅啊 不是空话 但是怎样 要训练 一开始还是要透过什么 坐 坐禅 才有办法 所以鼓励大家这个 在时间的安排上 可以这样子 所以在大制度论 里面其实有提到 他说菩萨 其实他一样有见闻觉知 见闻觉知就是怎样 一般人以为你入定啊 就是怎样 没有见闻觉知 见闻觉知都是有语言啊 像我们现在在讲话 都是有语言 有文字 对不对 但是菩萨在入定的时候 他一样怎样 有见闻觉知 也就是说 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其实他还在定中 但是怎样 他的心啊 是不动的 啊什么叫做心不动 他的心没有抓取 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的心怎样 会去当然抓取 才会有这个种种 这么多的这个烦恼啊 所以呢 还是鼓励大家呢 能够从这个 行住坐卧当中呢 用直观的方式 找到这个静的功夫的这个利益 那资料库 有这样子的这个档案之后呢 透过坐禅 你在这个利源对境的时候 你可以怎样把这个档案叫出来 免得我们怎样叫出来的档永远都是情绪啊 你永远面对一样范畴的事情 你又都是用同一套 都是用这个火来火去的方式来进行 而不能怎样让自己冷静下来去面对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呢 就是从这个佛教的这个威仪中 也就是从这个行住坐当中去获得禅的自在 那也祝福大家可以在这个禅当中呢 获得自在 一切如意 好 阿弥陀佛